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塞拜疆和阿美尼亞在納卡地區的戰火不斷 土耳其在衝突中支持阿塞拜疆 而法國國內有幾十萬阿美尼亞移民 而且與阿美尼亞保持良好關係 各有支持者之下 法國與土耳其的關係急轉直下 法國近日宣布 查禁土耳其的極有組織灰狼 意味著在法國國內灰狼舉辦的任何活動或會議 都可能會被罰款甚至入獄 灰狼是一個土耳其建立的國際組織 上世紀六十年代成立 被外界認為效忠土耳其總統奧爾多案 本月初 灰狼對法國里昂附近的阿美尼亞種族滅絕紀念碑 進行圖鴉 引起法國社會嘩然 而上個月 法國一名中學歷史教師 被疑似伊斯蘭極端分子當街殺害和斬首 隨後又發生尼斯教堂襲擊案 法國政府納克反擊極端伊斯蘭 查封個別涉嫌宣傳極端伊斯蘭宗教思想清真寺 而查金灰狼被視為法國的進一步行動 而埃爾多安公開批評法國總統馬克龍有精神病 並召回住法國的土耳其大使 令兩國關係降到冰點 法國和伊斯蘭世界交互始於五年前 法國諷刺雜誌查理周行 發表了惡搞穆斯林先知 穆罕默默德的漫畫 結果引發槍擊決案之後 自此法國社會圍繞言論自由 世俗主義、宗教紛爭 產生的觀念分歧 至今仍未解決 今集節目時間到此 多謝收看 請多謝收看